我们的斯凯奇的这个服装 那其实这个夏天 我们刚刚提到了 有一档节目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而且我自己本人非常喜欢看 就是《乘风破浪》 有好多这个 乍然的舞台 你最喜欢哪一次的演出呢 在这个《乘风破浪》里面 我都喜欢 那要选一个怎么办 不能太贪心哦 安利给大家 你重磅安利家 一定不能错过的一次公演 你要选哪一个 我觉得 第一个吧 因为第一个就是像初恋一样 然后我觉得 反正第一个就是 黑色流 第一次公演是不是 第一次是《野强威》 因为第一次充满了忐忑 然后充满了期待 充满了很多的未知 所以我们也做了很多大胆的尝试 所以它对我们来讲意义很不一样 我的最爱也是《野强威》 真的是百看不厌 而且我还很喜欢家人的舞台 无论是这个造型 还是你的身段 以及你的音乐的这个审美 我觉得都是YYDS 我都喜欢 真的很好看 那你非让我选一个 我只能说第一个 真的很好看 很惊艳 而且也很多粉丝朋友们跟我一样 也觉得一男品 应该拿这个第一的 是不是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无所谓 姐就是女王 对不对 那这个 我们的这个 说实话 我们都很喜欢看你在这个真人秀和综艺节目当中的表现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很多现在很多我们的观众 其实对综艺啊 或者说对这个真人秀都有点审美疲劳了 会觉得 我们都是聊 说着这个冠冕堂皇的话 做着的是一些 这个叫周五真王的一些事情 但是你看 你的每一次出场 我都觉得 哇 让我觉得 哇 非常的不一样 所以说 所以说你 你在比如说在任何秀当中 这些表演啊 这些 不是表演 说错了 叫这些眼神啊 动作啊 是有自己设计过 还是就是你的性格的体现呢 你看 我很多粉丝朋友都想知道 没有 哪有功夫设计 如果说还有那个 心思去想那些什么眼神的话 那舞台怎么办 没有时间了 是的 所以大部分 我觉得所有的姐姐都是 把精力都放在了舞台上面 没错 还有大家把精力能设计的东西 都放在了所有的表演上面 就是在舞台上的每一个动作 是大家精心设计的 还有每一个舞台上的眼神 都是大家精心的 有内而外的表现出来的 有内而外的 油然而生的 所以说我觉得 咱们就可以说 这个拽 拽是油然而生的吗 这个 拽 其实我觉得 可能不是油然而生 是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会觉得我拽 我觉得我自己挺可爱的 是的 我觉得是一种实力的体现 和自信的体现了 也是 那其实乘风破浪呢 已经过去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对不对 结束了 那这段时间的工作重心啊 生活重心呢 有什么改变吗 肯定是有改变 因为《乘风破浪》的时候 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出去干别的 你想干什么 我想出去干很多事情 比如说唱歌啊 跑音乐节啊 对不对 办演唱会啊 都有理想 演唱会哦 我有听到这三个字 大家都很期待 但是在其实去了《乘风破浪》 发现这也有一个很好的舞台 给你展现的机会 跟演唱会也没有什么区别 都一样大家去投入去准备 所以特别欣慰 就是在这里也能去做一样的事情 也能唱歌 也能表演 所以我们就踏踏实实的 把自己的才华也好 自己的想做的东西 都在那个舞台上面去呈现了 而且我最近有follow down 您的这个新剧好像也开过了 就是昨前天的样子 对不对 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部剧拍摄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啊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很多床戏 这是可以说的吗 很多在床上躺着的戏 吓我一跳 对因为我演那个角色林楚平 他其实是一个受害者 对所以他是在床上受害的 哇你真的 他是在很多有在床上躺着的戏 所以当时是冬天 然后我们穿的特别少 因为演夏天的戏 所以我就蜷缩在那个被窝里面 然后呢导演给我准备的那个垫褥子 我就在那个被窝里赖着 我就不想出来 所以还蛮有趣的 我觉得文文真的吊足了大家的胃口 我此时此刻就要冲会员去看了 那其实文文我 我其实本人是非常好奇一个点的 其实像歌手和演员 我觉得这两个职业都要求很高 专业度也很高 像您有很多很好很优秀的作品 并且在这次《乘风破浪》上也带来这么多经验的舞台 但是你看我每次看你的剧的时候 我都忘了于文文这个人 我都忘了 我都感觉到你就是那个角色 所以说你是怎样来转换这两个身份的呢 歌手和演员 你刚刚说到就是专业度要求都非常高 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职业 他对专业度要求都非常非常高 不光是演员或者歌手 没错 我觉得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去把两件事情都做好的原因是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 我其实不太会触碰 我内心会抵触的事物 如果说 能感受到 我不是很擅长跳舞啊 但是我觉得你现在也随时随时可以solo一段了 但是说实话 我因为《乘风破浪》 是因为喜欢上了跳舞 所以我才发现 原来你是可以努力去喜欢上一件事物的 当你真正的喜欢它 那你做的一切事情 你都会觉得很值得 也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如果我尝试了 我仍然觉得我不喜欢 那可能做出来的效果 就没有办法事半功倍 对 所以说回到那句话 真的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 对吧 源于热爱 我们的这个优秀艺人的标准永远不变 真诚专业 如果你不喜欢 你就强迫你自己喜欢 强迫自己的喜欢 然后在不断的磨练当中 打造最好的自己 打造像《乘风破浪》这样一个一次又一次 不断突破的公演的舞台 那今天在现场 我刚刚聊了这么多 文文的不为人知的一面 关于生活 他的音乐作品等等 然后的话 同时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 还会有很多有意思的互动游戏 要邀请我们来参与 第一个游戏呢 我们叫做答非所问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游戏的规则 我们的答非所问的游戏规则其实很简单 就是在两分钟的时间里我会快速提出几个问题 而您需要快速回答 回答的问题 回答和问题要完全无关 完全无关 完全无关 我们试一下好不好 咱们试一下好不好 好 你现在正在做什么 我喜欢 不错嘛 有反应过来 好 那我看文文已经是准备就绪了 然后的话也是信 有没有信心挑战成功 可以可以 可以的吗 好 我还是很怀疑的 我刚刚其实自己试了一下 和我的同事们试了一下 还是有点难度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游戏正式开始 第一个问题 今天的晚餐是什么 好看 好看 好 到杭州你最想吃什么杭州 杭帮菜最想吃什么 白色 你真的不会掉进我的坑里 这是怎么回事 来 第三个问题 最近一次被种草的单品是什么 斯凯奇的什么单品被种草了呀 我爱吃包子 我觉得我太坏了 一直在扰乱你的思绪啊 来第四个问题 最近一次外出游玩是和谁一起去的啊 太热了 太热了 我还没有还没有引导你 你都流汗了 你看你的汗 太热了 真的太热了 好 我都说了 刚刚我就提醒了 我其实查了一下温度的 本来说今天温度只有30度 但是你来了整个温度300度了 OK 乘风破浪热浪来 特别欢迎你来 温温真的是非常热情的一个艺人 那么近期的喜欢的穿搭风格是什么样的呢 喜欢的穿搭风格 我们下一趴了吗 还是还是在这个 还是在这个 最近有没有循环的单曲 我不喜欢 完了 你也太优秀了吧 你这完全不给我一点面子 真的 我还以为我准备的问题非常难了 好的 太厉害了 我们感谢文问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个挑战 可以说挑战成功 那文问我经常 我看到你的第一 一公的舞台是叶强威 而且一公的舞台也实现了你说 好像是非常想组建乐队的这样一个愿望 是不是 对 那么 那我猜测 你应该是非常喜欢看音乐节现场的吧 是的 那么 平时去音乐节的话 我觉得穿着啊 那些都非常的热 不是穿着 就音乐节现场是很嗨的 整个现场感觉就是 非常的 很热 很闷热的感觉 那么 你自己 自己的话会选择 怎样的一些穿搭呢 去音乐节 我觉得跟天气 也有关系啦 时尚人式的穿搭 为什么 因为时尚人式的穿搭是不分季节的 就是有层次的 没有温度的 有层次的 对 它就是里面穿的稍微单薄一点点 有层次 有线条感一点 然后外面就 裹一个jacket 裹一个外套 那就非常好的 既保证了温度 而且还有风度 那 今天其实在我们的直播现场 我们也邀请了两位小伙伴 我们希望 你给大家 介绍一下 我们去到音乐节的一些穿搭的一些技巧 好不好 好呀 那么接下来到我们的穿搭的现场 有请 好 有请 我们问 好 难道两位小伙伴 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的现场了 好 怎么样 首先我觉得两位朋友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哈喽 好 我们看一下女生的这身穿搭 你给她介绍一下呢 我喜欢她的这个颜色的搭配 因为它里面其实很鲜艳的颜色 因为我有在音乐节上表演过的经验 如果说我们在上面表演 然后下面 就是如果有谁的衣服颜色很鲜艳的话 可能我们一下子就能看到 如果她如果里面是红色的话 可能我远远的就可以看到 她的衣服的颜色 然后就会注意到她 然后她如果动作很大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她 我们自己就会很燃 在舞台上表演的话就越来越燃 所以我喜欢她这个里面的搭配 如果她可以把衣服 就是再短一点 然后有点露腰的感觉 那可能就会更完美 因为这样会显得腰身比例很好 哇哦 哇哦 真的耶 一下子这个 哦 胸一下都是腿的感觉 其实可以把衣服塞到裤子里面 或者说露一点腰 其实看自己的喜好 有些女生可能不喜欢露肚子 就可以塞到里面去 而且把她的这个很好的 这个马甲线都露出来了 如果有马甲线的话是 如果没有马甲线的话 就可以塞到里面 所以就看自己的自身的喜好 然后也可以把裤子就是高一点 高腰裤这样的话比例 嗯 就会非常的舒服 好的 那么在我们的介绍男嘉宾之前的话 我们来一波抽奖好不好 好呀 好的 我们进入到我们的抽奖 刚刚的抽奖环节 那说实话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的现场 我们都说了 一直以来都 呃 我们的直播真的非常用心 要给我们正在收看直播的所有的朋友们 带来了非常多的惊喜的抽奖环节 那今天文文也 好不容易来到我们的直播的现场 所以说 我们的抽奖呢 即将要开始 那今天 我们的主题呢 是这个 无悦不动 无乐不动 对不对 那么 所以说我们 马上就有请我们的文文 来截屏 来抽取今天的幸运观众 呃 我们整个 我们的屏幕上 就刷起来 好不好 嗯 我们待会来倒数 五秒之后 好的 我们就来进行 那文文 其实这双鞋子 我们看到哈 也非常的好看 对不对 你说我的鞋吗 对啊 我觉得这双鞋 我们好像都是同款 是同款吗 真的吗 有点像 有点像 给大家简单 介绍一下这款鞋 穿着 是不是很舒服 我觉得 对 因为我平时就喜欢穿运动鞋 嗯 因为很多皮鞋 其实会板脚嘛 对 而且如果是去音乐节的话 那肯定是要 大 大幅动的 对 去 去动起来 跳起来 跳起来 要完全沉浸进进去 所以穿的衣服也好 鞋也好 就是首先第一个 就是要舒适 对 然后还有就是 如果它是那种 就是有气囊的 这种气垫的感觉 是的 嗯 就是很 就很潮 很舒服 感觉很厚 然后可能还有一些 增高的作用 没错 刚刚我也提到了 其实我们这款新款 是 Stamina V3 Pro系列 轻量未来气囊装置 气囊防护 更具有未来感 那机甲的感知系统 简震的回弹 保持灵活的状态 是一个非常适合户外的鞋 也适合我们刚刚提到 去到音乐节 那刚刚介绍的这款 Stamina鞋款呢 就在我们的左下角的 购物带172号链接 我们给大家谈一下 这个链接 那内搭的背信和短裤呢 也在我们的购物带的 专区可以找到 心动不如行动 正好在我们的直播间 就赶快get我们的同款吧 嗯 好的 刚刚说到这儿 我们已经反复强到了 我们的互动的 这个抽奖的环节哦 是不是 那我们的抽奖的环节 接下来我们就文文你来喊 好的 好我们看屏幕已经刷起来了 无乐不动 无乐不动已经刷起来了 这样子文文你来喊 五个数 我来截屏好不好 好的 嗯好稍等一下 你调试一下这位 好准备好了吗 来一起 五四三二一停 嗯好我们看一下 哪位朋友获得了 无乐不动 我们第一位刷出 无乐不动的这位朋友 好 好我们 镜头可以切近 好 zoom in 拉近一点点 我们看一下这位 幸运的朋友 到底是谁 好 好 恭喜这位朋友啊 获得了我们 好我们来放大 看一下这位叫做 喜羊羊 名字的叫羊羊的这位朋友 有看到吗 OK 好 再一次祝贺我们这位幸运朋友 恭喜你获得了这份惊喜好礼 没有中教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灰心啊 一定要持续的时候 在我们的直播间的现场 因为我们的奖品是不断的 我们说狮子滚秀秀好戏在后头 乐道后面我们的惊喜会更多 好的 接下来我们再次回到我们的音乐节现场 音乐节的穿搭 男生的这身穿搭 你觉得怎么样 我们女生结束了吗 结束了 女生的穿搭介绍结束了 我们听听男生的穿搭介绍 男生穿搭简单干净 比较像我今天一样 就是里面一个短一点的 或者说里面一个帽衫 对 对一个hoodie 然后外面再套一个jacket 棒球服务这样的感觉 很好看 很干净 很有少年感 对 但可是整体如果也是要干练一点的话 就是比如说把裤腿可以收一下 然后露出一点袜子 也许会 哇 这个穿搭技巧 时尚人士才会这样穿搭的 瞬间我觉得就有层次感了 你可以把我们漂亮的袜子 可以也露出来 这款袜子也是我们的斯凯奇的 大家也可以去选购 对 那里面如果小心机就是可以穿一个不一样颜色的袜子 嗯 真的 把亮点给露出来 哇 这个是假两件的袜子吗 哦 哇 很好看 所以说 大家喜欢的朋友们可以去到我们的251号链接 这是非常经典的穿搭 那鞋款呢 也兼具了舒适性和时尚度 和我脚上的也是同一双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俩有不同的感觉 这款鞋子的链接再次提醒就在我们的251号链接 被种草的粉丝朋友们可以到我们的左下角购物袋关注起来哦 好的 那今天我们看到两位嘉宾 两位我们的这位model的是那穿搭 那我今天这身穿搭怎么样你觉得 这全是汗呢 这好热你看起来 为什么 是的光线 我都说了 今天你来到现场 我真的非常激动 我是你的粉丝 终于见到你了 一开始听你的歌 然后看你的那部剧 然后最近的乘风波浪 被一直在被你的舞台所吸引 那这身穿搭 我其实非常喜欢的 简单的这样一个卫衣 然后呢 再加上一点点工装的设计 还有这个竖脚的针织的款 那舒适度和时尚感都非常艰巨了 对 再加一个简单的项链配饰 我觉得出门就够了 是的 好的 非常感谢文文给我们的介绍 那其实我发现 两位 刚刚你说到配饰了 我也有戴配饰 但是两位model身上 好像少了点配饰 对不对 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 叫做点睛之笔的环节 好不好 你看 我为您准备了一些 这样一些配饰 有帽子呀 包包啊 墨镜啊 手饰啊 等等 这样子我们先让女生 给女生来进行穿搭 好不好 我觉得 对于女生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包包 因为包包里面可以放很多我们平时出门要带的东西 比如说唇膏 有道理 唇膏啊 墨镜啊 去音乐节一定要戴墨镜 好 因为白天去的时候阳光会很刺眼 所以有墨镜的保护 既然有黄色 那我们就可以搭两个都是黄色的这样的亮色的东西 然后点缀一下它这个 而且黄色跟红色也不冲突 所以可以 很厉害 好 带一下这款包包同色系的穿搭哈 然后再加一个墨镜 对 看一下戴上是怎样的感觉 对对对 可以架在头上 哇 瞬间就有这个去玩的感觉了 对对对对对对吧 要去happy的感觉了 然后呢 可以加一些饰品 比如说项链啊 还有手环 哎呦 我去干脆把这个都拿出来 来 都想拿出来 你看这个这个这个是一个项链 嗯 项链 项链 手链 手手链可以 我觉得来一个就可以了 这个比较 这个比较简单 我帮你试一下 一个一个来 我们一个来 这个比较简单 手链先来手链吧 这个直接戴上就OK了 然后项链我们再来一个 好 所以说 文文平时也会 也会精心的 精心的打造自己的 每一次的一些 公众演出的一些形象造型吗 我吗 对你会 你觉得你自己的 给的意见多 还是造型是给的意见多呢 我自己吧 你自己 对我会 我会先 我会先给他一个想法 然后 好 整体这样一个 加上墨镜包包之后 整体我觉得 非常的舒服 而且给人感觉 就眼前一亮 然后在众人当中 我突然间我就发现了 哇 这是个亮女 好想加她的微车 是吗 真的 很漂亮 好 那我们的女生 改造差不多了 是不是 好 我们看给男生 要加上一些 怎样的一些亮眼的设计呢 男生 我自己比较喜欢 就是干干净净的感觉 然后就简单加一些 视频点缀一下 男生的视频 可能就是要酷一些嘛 对 所以可能就是一些 加了一个非常硬朗的 这个手链 大粗链的小手表之类的 这个我不知道你手指的size 你可以试一下这几种 金属感的手势 然后戒指 这块戒指也很好看 项链其实我倒觉得 不一定非要有 其实男生就是要简单 要干净 然后不要有油腻感 对不对 对 我喜欢干干净净的感觉 但是包包我觉得可以来一个 因为它现在是黑白色系嘛 黑白色系 我是不太建议加彩色 我觉得这种亮色还不错 这款镭射的这种质感的是吧 试一下呢 哇 瞬间就有少年感了 本来也挺有少年感的 我觉得刚刚确实是有一点点的单调 加上这个包包啊 还有给大家展示一下 质量一点 手势啊什么 瞬间我觉得很阳光 然后完了之后 会觉得这个男生是 是有自己的穿搭想法在里面 嗯 对不对 哇 非常感谢文文 给我们的这样一个穿搭的这个分享 诶 我觉得 你以后在社交媒体上 有没有多给你分享一些 这样一些穿搭的技巧呢 有啊 有有有 我也我也有 嗯 我也有自己分享一些 平时自己的穿搭呀 嗯 所以说我们也很 很期待 很期待文文给我们带来 更多的这样一些穿搭的分享 嗯 那么呃 稍加改动之后的话 你们俩觉得怎么样 满意吗 这个感觉被穿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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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哥哥呢 就是画龙点 嗯 好的 谢谢 嗯 我们也再次感谢 两位好朋友 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个展示 谢谢你 可以稍事休息了 好好 拜拜 谢谢 好 拜拜 好的 我刚刚还注意到了 这个我们的展示台 嗯 展示台上有这样一个帽子 嗯 发现没有 对 这是文文 这是我刚刚签的 对 刚刚在化妆间 我看到文文 亲笔的签名的帽子 所以说 接下来又要到了 我们的互动抽奖的环节 赶快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只要今天在我们的 斯凯奇的直播间 下过单的宝宝 就有机会抽到云文签名的帽子 仅有 仅限五位 好 好的 所以说 赶快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吧 嗯 只有五位哦 好 是的 在这里呢 我们要非常感谢 刚刚我们的嘉宾朋友们的 我们的两位model的精彩的展示 那文文呢 接下来我们的这样一个抽奖口令 我们想一个抽奖口令吧 好的 嗯 你想一个呢 呃 我们可以 叫今天栏目的这个名称 嗯 我们叫夸夸奇谈 行 咱们就定夸夸奇谈了 嗯 好 屏幕上方赶快刷起来 夸夸奇谈 那今天的直播间 下过单的宝贝们啊 速度把我们的 呃 栏目的名称刷起来 注意啊 我们的旗是斯凯奇的旗 对 大家不要把我们的名字 打错了 呃 我看到屏幕当中 看一下 很多朋友都已经刷屏了哈 夸夸奇谈 还有朋友在打上一 上一个 无乐不动的 已经是夸夸奇谈了 对 跟上我们的节奏 跟上我们的直播的节奏 好不好 夸夸奇谈刷起来 好的 我看到很多朋友刷起来 那接下来呢 就邀请文文来 一起来 叫倒数五个数 好不好 好 好 一起来 我们现在倒数五个数啊 看什么 稍等一下 调整一下 好 来 五 五 四 三 二 一 停 好 我们看一下 你 你朋友呢 好的 我们一起往前 这位叫做 他山之石的 这位朋友 恭喜你 哦 我们有五位 sorry 这第一位 他山之石 好 第二位 爱吃草的巧克力 好 还有小井李 看一下哦 我们为了 公平公正 小井李 还有我们的 梨花君 梨花君 恭喜 以上五位朋友 看到名字了吗 嗯 好 看到名字朋友们 抓紧截评哦 好的 稍后呢 在我们的 中奖的五位朋友们 请在明天 十二点前 联系斯凯奇的 客服登记领奖的信息 再次恭喜你们 恭喜各位 好的 转眼间呢 时间已经来到了 我们的 八点 四十八点半了 八点半了 正好我们趁热答题 文文在我们的直播间 争取了很多神秘大理 就是我们的 划算八点半 释放福利的时间 嗯 大家可以 呃 点击 我们左下角 划算八点半的 专区抢购 呃 真五折或评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将给大家发放 满 满一千减三百的 大额券 各位宝宝们呢 我们宝宝们呢 在大额券的 领取的方式呢 点击左下角的 购物带 到我们的直播间 专属的优惠券链接 进到我们的详情页 领取优惠券 优惠券呢 可以用到今天晚上八点 支付尾款 或者说现货 数量有限 先到先得 嗯 那 最近 呃 我都在听你的全新作品 嗯 啊 刺猬 耶 给大家分享一下 呃 为什么会创作 这样一个 一个好的音乐作品呢 刺猬你要赶紧听了 因为你再不听 我下一首单曲就要发了 哇哦哇哦 这个性格给要听了 很好听 那可以分享一下 呃 其实我看这个名字 刺猬这个名字 我觉得写的就是你 嗯 其实你是 你是一个身上 好像是带着刺猬 但是我喜欢你身上的每一根刺 哈哈哈 不是很像 他就是 就是你啊 那给大家分享一下 你创作的一些心路历程啊 这种过去 就就像你说的嘛 我就是在写自己 嗯 的 一个一种性格吧 可能在初始 很多人的时候 大家都会觉得我 呃 是有包裹的 嗯 是有身上带刺的 跟大家相处的 之后呢 等了解我之后 发现哦 原来你内心有那么多 柔软的一面 嗯 就是小刺猬 肚子里面是 呃 软软暖暖的 嗯 这种很可爱的 嗯 所以 呃 拽是一个 外壳 嗯 就像刺猬的刺一样 嗯 大家会觉得你是拽姐 你很拽 我不知道是不是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 但也可能呢 也是我的一部分 不可否认 嗯 但是 有一个很柔软的内心 也是我的一部分 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 能够去兼容 它都是属于我的一部分 嗯 好的 非常感谢 人能够分享这个 刺猬的创作的历史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现场 我有一个不情之情 也是很多粉丝们给我的任务 很想听你 简单给我们唱几句好不好 可以吗 我能说不好吗 哈哈哈 不好的话粉丝们不会饶过我的 不好的话不让我瞎 我抓拽就文文 再聊 再聊半个小时 再烙半个小时 给我们轻唱吧 简单轻唱几句好不好 好的好的 嗯 好嘞 我们一起来将舞台交给文文 没关系 你可以跟我一起 好啊好啊 对因为还蛮简单的 嗯 因为我发过一个手术 然后我自己学了 可能学半个小时 别人可能学一分钟就学会 是吗 对 来我们来来来挑战一下 我也跟着挑战一下 血液呼啸 灵魂燃烧 体温 身高 心脏狂跳 无声奔跑 放肆 舞蹈 独立思考 保持孤傲 哇哦 好不好听 好听的话 空音波666好不好 真的是钻石一般的嗓音 你学了吗 你在旁边 我眼睛学会了 但手和脚不会 所以我不是最慢的 我还是比你慢很多 真的非常的好听 我觉得刺猬真的是给我们留下了 听到这个高潮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我DNA都动起来了 嗯 非常的好听 那其实刺猬的话 很多 你这首歌也唱出了很多粉丝朋友们的心声 可能 我们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伪装 可能会有很多的面具 但是 我们也想 撕下所有的伪装 不管是好的 还是坏的 我们都 都教给大家 都让大家看到最真实的自己 对不对 我们特别感谢文文给我们带来的如此多的精彩的分享 嗯 谢谢 好的 好的 那今天在现场的话 我觉得你这身造型非常的好看 谢谢 主要是衣服好看 衣服好看 斯凯奇的衣服 这是重点 给我们斯凯奇打勾 而且你的配饰穿搭也很好看 然后能不能给我们留下五连拍 精彩的五连拍 好 嗯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将舞台交给我们的文文所有的聚光灯 都能摄影老师准备好了吗 我们一起交给文文文 这么多 开玩笑 这么多 来 好来 第一张 很酷 好第二张 第三张 第四张 哇哦 第五张 谢谢 好好看 谢谢文文我们带来的这么好看的造型 然后的话 也把我们斯凯奇的服饰演绎了这么的舒服和酷萨 那我们也希望 喜欢文文这身穿搭的朋友们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 GET童话 赶快下单 特别感谢文文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精彩的分享 呃 其实文文在大家的眼中 可能一开始觉得不好接触 但是你看我们就知道 文文其实就跟 就跟他的歌里面唱的一样 是非常温暖的一个人 一直以来都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 带来很多正能量的东西 我们再次感谢文文今天 精彩的分享 那时间过得这么快 我们夸夸其谈首播的观众 能不能给大家再争取点福利吗 抽奖吗 好不好呢 哈哈哈哈 好呀 好的 那说到这个福利哈 我们就跟你们有关系了 我们看到评论里很多小伙伴都说 文文这双鞋是非常的好看的 嗯 好的 那所以大受一挥 我们要为大家抽取到这一轮的抽奖了 再抽取一位粉丝 获得于文文今天身上的同款鞋 嗯 那么呃 请问问提一个问题 看我们的评论区的朋友们 能不能说出这个答案 好不好 好呀 那如果是送福利的话 那我就想一想 不如就问一下大家 今天直播间的主题是什么吧 这个问题应该够简单 哇 这是送分题 哈哈哈哈 就好像说我是谁一样 哈哈哈哈 是的 来 我们到了送分题的时候了 其实就是对吧 就是要把礼物送给大家 我们今天的直播间的主题叫什么呢 屏幕 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刷起来好不好 哇 都说你好可爱啊 你看 说你的剪刀手非常好看 来 该刷主题了 我们的主题是什么 嗯 好 我看到已经有 已经有刷屏了 在主要是 主要是后面应该有写 是不是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我们的主题 就在我的背后吧 直接抄答案吧 对吧 咱们就说直接抄答案吧 好的 我们看主题已经打出来了 好的 那接下来呢 还是将时间交给您 你来 倒数五秒 来 五四 三 三二一 听 好 我们看一下是哪位幸运的朋友呢 好 恭喜命中注定最大的景礼 命中注定最大的景礼 祝贺这位朋友 我们的这位朋友祝贺您 好 多给大家展示一会儿 一定不要错过我们的这一份惊喜啊 好的 那么在第二天 也就是说明天十二点前联系我们的斯凯奇的官方客服 来获取这份惊喜好礼 那我们的直播间呢 到这里就快要结束了 刚刚没有抽到同款的小伙伴们呢 也不用难过 后续呢 我们的电波直播间呢 也会继续为各位抽取福利 我们看到今天的直播间 文文同款的宝宝真的非常的多 那么在他离开之前呢 我们就用一波红包鱼来欢送文文好不好 那么即刻弹出我们的红包鱼 大家赶紧不要错过哟 那领到红包鱼的宝宝们呢 有更多的优惠价格来get今天文文的同款 希望文文下一次呢 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看的穿搭 好的 而且好的音乐作品好不好 更多好的舞台 好的 好的 马上就有好的舞台 好的音乐 什么都有 哇 什么都有 哇 今天真的太多福利了 感谢文文 真的非常感谢你 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 期待我们下一次 再在我们的斯凯奇的 跨花前的直播间看到你好不好 期待斯凯奇再请我 是的 我们这份缘分一定会继续的 好 谢谢文文 稍息休息一下 拜拜 拜拜 谢谢 再次感谢文文 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真诚的分享 有发现没有 文文其实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 可能它外表稍微有一点点的 像刺味一样的 但是